他曾作为男团的成员 虽然不是团中最帅 表现最佳的 但他却是最努力的一个 一遍不够就十遍 十遍不够就二十遍 动作不到位就一直练 正是他的坚持 才铸就了他的唱跳舞台卡点动作基本无差别 他虽然一直被骂是流量明星 但他没有放弃提升自己 他又靠着自己的努力参加这就是街舞 凭借自己充满力量的动作 赢得了舞者们的认同 参加选秀类的节目 为内与选出好的唱跳选手 学习管理知识 经营好属于自己的公司染色体 让练习生们打好基本功 培养优质人员 参加我是唱作人的节目 向圈内外人员展现自己的创作才能 告诉大家自己一直在坚持创作 是热爱音乐的 唯有不断的努力 谦逊待人才能走得长远 他就是这样的人 他的成功是必然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